歡迎師傅, 大家有禮 歡迎大家收看風山水晶獨班 是, 師傅 是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的內心和相片 事不宜遲, 怕你回答不完 我們馬上看看這位家庭觀眾的相片 這位是劉小姐 住在上次提到的太子道西 和荔枝角交界 對整這條天橋 車這樣直衝過來, 還要住低層 對, 想到… 煞氣很重 荔枝角天橋一轉到太子道 出來的位置 好像被車撞進來 雖然是直直, 但轉彎位好像衝過來 所以這裡真的有煞氣 現在很厲害, 觀眾 用反光斑尼紙和植物 凸鏡,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對, 有煞氣, 要擋 另外還有一位家庭觀眾的王小姐 說他家裡對著這個尖角 是 這個尖角也挺尖巧 他真的尖得多厲害 對, 是否又很重呢? 我以為除了中銀之後 就沒有尖角, 這個真的是尖角 因為他重要… 對 不是90度, 應該是少於90度 所以整個角度… 三個形 對, 三個形 但觀眾應該是高處拍下來的 所以問題不大 但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剛好對著它, 就要發解了 那就是硬著的 對, 真的尖角衝射 怎麼發解呢? 又一樣, 我們… 因為它真的有氣 這個不僅是刑煞 就是有氣, 要發解了 這裡有空氣, 大家會在這點 對著你 所以除了形狀不漂亮之外 真的有氣 氣來說, 可能要損擋 如果是形狀, 用粉光玻璃紙就行了 如果氣來說, 可能要植物、落沙 都要有多少東西一起放才能擋得到 即是放植物、落沙 甚麼都能出現? 沒錯 然後這個角又像尖角, 對吧? 對 但是這個角是正常的屋子 轉彎位, 90度的角 這些殺氣沒有那麼重 除非你剛好在這個位置 兩個角對著你才有問題 也就是這樣放 譬如我住在這裡, 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角也不算嗎? 完全不關事 因為一條街… 住在這裡才算嗎 沒錯, 一條街大家平衡 所以你看到對面的角 角不是剛好的氣衝到你 氣其實是這個交匯點這樣衝過來 不會橫走 但是去到這些大廈就不關事 這些大廈一定有小角 或者最常見的, 一看八火的 你就經常見到四個角 原來這些完全沒有殺氣 所以這個排第一, 最厲害 這個排第二 話說回來, 香港大不大 不小不小 眼見經常有很多奇形怪狀的建築物 所以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看到有甚麼怪的建築物 就拍下它寄來給我們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對, 這次我們要教大家 最關心的人造聯頭 怎樣看法 我們有醫院、消防局、警察 不管很多東西, 甚麼是遠, 甚麼是近 我經常說飛了這麼遠 現在立刻告訴你 甚麼是飛了, 甚麼是亞洲 好了, 師傅 你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看實質例比聽我們只說 對, 明白很多 這次我們立刻看甚麼 先去醫院 稍微, 我們去了荃灣仁濟醫院 你看到多近民居 如果住在那邊, 你豈不是膽佔心情 是否住在剛才那邊的大廈 像剛才那邊的大廈 沒錯… 為何醫院會無緣無故有殺氣 我們經常說氣分陰和陽 如果人生病了, 當然陰氣很重 你每天都生病, 走來走去 如果你在那裡住 當然不多不少也會吸收到氣 那就容易影響情緒 不用只對著醫院大門 對著醫院大門 或者對著急症室, 殺氣最重 其次就是鏈房 但如果我住在這幢大廈 我背著…單位是背著醫院的 背著就不是很害怕的 對, 經過也會有問題 大廈進口也可能要對著醫院門口 怎麼辦? 沒關係 有問題嗎 因為這就是陰氣 凍土? 凍土更糟糕 如果你在醫院真的病得病久了 病人住在這間醫院 看著凍土再病得多前床 對, 如果加上你住在對面 又看到凍土塞, 又看到醫院 怎麼辦?五行化凍土局 再加上放多植物 醫院容易有細菌, 病氣或陰氣 你弄光一點, 空氣流通、對流 其實就沒問題了 所以住正醫院對面也不用怕 有的, 開多燈吸, 多點陽氣 對, 行的… 陽氣來說也可以殺菌 陽氣可以壓制陰氣 看到人際醫院 就在這個市中心, 對吧 傳聞街市街很旺 然後圍著這裡有一些新的樓盤 圍著全都是建築物 變成四方八面都看到醫院 但你不用怕, 不要看到醫院 你又怕, 譬如你住在美額居 在上面一看, 看到醫院 其實你看到醫院, 不是對著醫院 原來就沒有殺氣 所以是我們剛才看這麼近的景 才要留意 怎樣是對正呢? 一定要看正門 譬如你這裡正門 對面看到大廈的, 就有問題了 但你看到醫院的背面或側面 就沒有問題了 好, 看完全灣人際醫院 我們馬上去觀塘的聯合醫院 我們窗望去的那間就是醫院 你就知道多近民居 原來這個就是聯合醫院 有很多座 原來那個兆日夫大樓 你看到就是最近民居的座 兆日夫大樓也算有陰氣吧 因為我們剛才窗望去 就對正門口 所以其實會比較重殺氣 但是跟我們剛才看的情況 有點差得遠了 急症狀 因為剛才很近 現在雖然說近 但也有距離, 周圍空曠 你看到也有風 看到十字架, 行不行嗎 如果對正才有問題 你看到也沒問題 對正, 十字架也有問題 古代是刑具 對正的刑具有問題嗎 就像對正三叉八卦一樣 如果對正十字架怎麼辦 發解, 又是遮凍發逃避 不簡單 大樓的主要就是這個… 他圍住挺難度 因為晓麗遠 它主要就是兩座 晓星角和晓天角 剛好對正門口 看這個圖就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兆日夫大樓 這個就是正門 原來他住的這些單位 剛好便會對正門 而且不只, 這一條路就這樣走 反公路 對, 雖然車不多 但始終要反攻路,對嗎 還有會否對正這個角落頭 又會這樣 如果矮層對,就會對 尤其是這兩個單位 三樣殺 又有尖角殺,又有反攻路 又對正醫院,甚麼都要出齊才行 又出甚麼 反光麥子、檔子、植物 還有甚麼 想到的東西也放在 總之不是放獅子老虎 反鏡 千萬不要放獅子老虎 因為向著別人病人 吸光 不是,向著別人病人 已經向別人病得快一點 對… 吸死大病,吸光自己 對,沒錯… 接下來我們看看跑馬地的養為醫院 轉眼睛就跳來跑馬地 養為醫院凍肚子 對,你不認得你,凍肚子 原來它抗肩 所以養為病人又再多病幾次 對,就煩一點 看他能否看得到凍肚子那邊 反而我昨天就是看隔壁的房子 很近 很近,剛剛看正的凍肚子 他剛買了也不能住 他預備明年七月的凍肚子 才搬進去住 對,我們看鳳輝台就知道了 鳳輝台的車已經不走,對嗎 對,跨頭路 人們走著跨頭路 我經常說跨頭路特別利女人 有利事業,有利錢 很陰 看你害怕嗎? 你也是陰,大家陰 大家都有觀感效應 所以這裡是陰地,特別利女人 畫了老人家也無所謂 就是說對著萬壽大廈 鳳輝台全部都要擋住了 沒錯… 但萬壽大廈可能被這裡擋住了 其實應該是鳳輝台和我剛才圈的位置 只能看到正凍肚子 反而養和正門,其實每天都對得到 養和正門是對正外面的位置 有條路… 我打斜地看到也不算嗎? 譬如你打斜… 對,我們還是說回氣 對正 對,對正,而且要接近才有問題 其實現在主要是凍肚子問題 也是遮擋… 遮擋髮頭鼻 不是凍肚子,我們是五行法凍肚局 醫院因為正門而言 黃麗聰道對面有一點 轉彎的園園大廈 可能看得正 其他位置其實看不正的正門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 就去沙田威爾斯新環醫院 而且去屯門醫院 眨眼看到鐵路,一定是新界區 屯門輕鐵 就來了屯門醫院 這麼快去嗎? 沒什麼看見有樓 只是看見醫院而已 其實屯門醫院四處的樓都比較遠 那就肯定沒有影響 還有這麼多花草樹木、綠草魚因 樹都擋了 對,就算我們要自己的家擋 也是放樹去擋的 已經包住醫院了 有殺你,你也殺不到你 好像挺有風水 風水好嗎?我不知道風景多好 六色一片 但住在醫院宿舍 住在醫院旁邊嗎? 沒問題 醫護人員 等於警察宿舍 護士或醫生就住在護士醫生宿舍 是正常的,不會影響到他們 他們每天都對這麼多病人 怎麼會有影響呢 轉彎的園園,我們來了沙田 沙田威爾斯,去到醫院 也是好像周圍被花草樹木包住 對,也是離民居很遠 對,所以這兩個醫院 你看到也不怕 真的看到醫院 不會有殺氣影響到 最近的民居就看到這裡 氣要飄到過去也要很久才行 你就知道了,這兩個醫院沒什麼殺氣 師傅 他說沙田威爾斯院在03年爆發的沙士 其實看到有什麼玄機嗎? 因為03年病毒位在東南邊,對不對 九龍的東南邊在哪裡? 就是牛頭角那邊 新界的東南邊 放在地圖裡看 新界的東南邊,明白 好,來到這裡又要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節回來會說說 警署和消防局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待會見 當你看出窗外的時候 外面的建築物會否看到你很不順眼 令你心碎不靈 你是否住一條當旺水的地區 萬一…